搭入三月,又到了櫻花盛开的季节 每年最早盛放的何俊英,已经可以在东京多内见到 今次要带大家来一个何俊英赏花之旅 和介绍必去的赏英景点 首先由Skytree出发 虽然Skytree前面只有几颗何俊英 但站在东武桥看,已经足够给大家拍出独一无二的照片 下一站是位于平井站的旧中村 河岸旁边有数十颗何俊英盛开 不管是野餐还是拍照,都非常适合 由各角度拍过去,可以看到远远的Skytree 接下来可以去牧场公园东面的大黄村 一倒过百颗何俊英的壮丽画面 可以边欣赏河的景色,边感受春天的气息 由哪个角度去看,都非常漂亮 最后一站当然不可以少得大家熟悉的代代木公园 边散步边上櫻就最适合了 3月尾櫻花盛开的时候 还可以边野餐边上花 上日櫻的话,除了代代木公园 还可以去上野恩赐公园 和位于中木克的木克村 更可以去千了志娟边参船边上櫻 今年东京櫻花开花期 预计由3月22日开始 大家快点买机票来上櫻啦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